唐山烧烤店事件,如果说你在现场的话,你会不会上前制止呢? 就目前为止,很多评论都在质疑为啥周围没有人上去劝阻制止。 我只能说能提出这种质疑的人大概脑子都还没有发育完全。 关于这个问题,我看到最正确的回答是一个网友这么说的, 他的原话是离开,最多也就是报警。 很多人可能都忽略了一点,就是在饭馆里要么是低头吃饭, 要么玩手机,那迅速就打起来了之后。 第一,我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,这个很重要。 第二,我不清楚他们之间的是什么关系。 第三,我不清楚这个场所里面的人缘构成, 我不知道哪些人是哪一边的,哪些人又是另一边。 第四,我不清楚大家的武器库里面都是什么配置, 到甚至枪这种情况下贸然上去, 你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没的。 所以切不清楚事态缘由的前提下, 保证自身安全是最重要。 看完监控,大家都知道事态的发展和范围了, 这个时候再去脑补能做点啥, 这其实是上帝视角,相当于作弊了。 至于劝架,劝架也要看对象, 劝架也要看你自身的实力。 大家都看过武侠片, 应该都知道, 两个人打起来之后, 除非你的功夫比他们俩都高很多, 你才有资格去挑剔, 否则很有可能捞一个双打。 罪鬼、大汉、一群人, 这几个关键词基本上能让周围所有的人望而却步, 排除其他的因素。 再说到现状, 假如说你冲上去制止了, 你正常发挥被揍进了医院, 后面的主动权在法官手里, 在你想救的姑娘手里, 在你老板手里, 你不知道这将会属于见义勇为还是不欧, 你不知道医药费谁出, 你不知道你的老板会不会解雇, 你不知道你不挣钱的日子里家里边该怎么过, 你甚至不知道能不能突破对方的感激, 你甚至也不知道家人会不会迎来对方的报复, 假如说你发挥失误, 人没了, 你失去了所有的主动权, 你为了一次暂时还不明确的事件, 一次热血的对于弱者的保护, 把家里的其他的人变成了弱者, 他们失去了孩子, 丈夫, 父亲, 就算你超常发挥把几个人打进去了, 那么你的人生也只剩下了不确定因素, 他们双方的关系, 以动作的力度, 伤者在这次殴打中的参与程度, 你随手抄起武器是否超过干预所需武力的预期, 当中的任何细节都将决定你剩下的人生, 在网上为你拼命叫好的人, 应该没有人会在你判了刑之后去看你, 所以你看只要冲上去, 你就丧失了所有的主动权, 你不是超级士兵, 永远无法做到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控制局势, 你只能看着主动权越走越远, 然后辜负你身后你原本该守护的家庭, 所以对我来说, 离开报警是最好的方法, 我永远敬佩健毅勇为的英雄们, 也为他们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, 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,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英雄, 我做不到, 所以我敬佩, 在成为社会的英雄之前, 我只想先成为家庭的英雄, 另外, 强烈地奉劝大家, 就是带上脑子, 理智发声, 对便利亚, 对便利亚, 一分钟你起床 我只能带了原本,